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紧张时刻 2021年11月19日 乔治亚州桑迪斯普林斯警方接报 报警人声称 有一名男子非法入侵他们的住处 并且嫌犯人在屋内 警员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我们来看一下警员的执法记录仪 我们看到这便是报警人的住所 警员赶到时嫌犯人在屋内 警员致經理论 警员成工作人员 警员下猜 нев Prinzip 警员有什么目的 마지막 警员建下来 警员问 Cra одну 警员个不惊心 嫌犯此时位于二楼 由于尚不清楚嫌犯身上是否携带武器 警员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在楼梯处不断劝服嫌犯 让其主动下楼 您的名字是否在家里面 我们会在家里面的房间 你会在家里面的房间 你害怕这老公子在家里面 你会在家里面的房间 我只是在家里面的房间 你曾经过来的房间 你必须要来到家里面的房间 你必须要来到家里面的房间 我们会在家里面的房间 我们也可以感觉出来 警员也是在尽量遵循降级政策 和一名入侵者的交流 显得极其友善和耐心 防止其有任何过激行为 你能来到楼梯吗 之前准备 Sally 什么就能做一个 你希望刚才能做一个 我会先把我放入 放到一个 我会先等会等你 就先来到一个 中楼铮上大家的 这是我们的低階 链链在这些 这些只有每一eri的 这些只有每一台 这些只有每一台 这些只有七个 这些有些这些 对 是 警员和嫌犯的交流过程 持续了约五分钟 嫌犯是终于走下了楼梯 嫌犯突然迟到 对准警员的脖子连统树下 警员发射电击枪 但没有效果 另一名警员对嫌犯开枪 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 回顾一下刚刚的紧张时刻 打准警员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名警员的执法纪录仪 这便是刚刚被袭击的警员 嫌犯突然猛地朝警员的脖子捅去 其他警员立即冲上来试图制服嫌犯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视角 哎呀即使被两名警员扑倒嫌犯是迟刀继续朝警员的脖子残忍的连桶树下 随后警员第一时间对重弹的嫌犯展开救治 后来我们得知 重弹的22岁的嫌犯马修 经过及时的送医救治后 没有生命危险 这便是此案中脖子被刺树下的警员 万幸的是经过第一时间的救治后 没有生命危险并且康复良好 然后随着进一步的调查发现 就在案发的前两天 也就是11月17日晚 马修非法闯入其位于乔治亚州阿克沃斯住处的邻居家 嫌犯从后窗翻入 残忍的对准护主夫妇连开竖枪 导致其当场死亡 不幸遇难的年轻夫妇 分别是乔治亚州切罗基县的消防员贾斯汀 和他的妻子安博 案发时 这对夫妇的两岁的男婴也在家中 索性其并未受到伤害 贾斯汀安博夫妇 刚刚搬至此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嫌犯马修的亲哥哥27岁的奥斯汀 在2021年4月份 就曾非法入侵相同的住户 但当时的户主另有其人 据悉 奥斯汀多次往住户的邮箱中 放置成人色情内容 随后 奥斯汀又被指控 在乔治亚州科布县金狱 袭击两名狱警 2021年8月份 在获得保释后 奥斯汀独自乘坐大巴 来到华盛顿特区 并在五角大楼前的一处公交站台 持刀残忍谋杀了 一名在五角大楼工作的乔治警员 随后 奥斯汀用乔治警员的手枪 举枪自尽 两名嫌犯的作案动机 仍不得而知 目前 22岁的嫌犯马修 被关押在乔治亚州 富尔顿县监狱 其被控35项罪名 其中包括34项重罪 分别为十项严重伤害罪 十项企图谋杀罪 两项一级入室盗窃罪 等多项罪名